昨天的記者書內會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 現在正在調查一至兩宗涉及教師專業操守問題的嚴重個案 涉及教師準備課堂的態度 涉及教材問題 現在仍要花點時間處理 以考慮是否決定取消涉及教師註冊 強調會依法辦事 這是很大件事 因為教師所設計的教案和工作之類 是我們的專業的一部份 我們要對我們自己設計的東西是要負責任的 所以如果你設計是有問題的話 你就要承擔這個責任 現在他說 有些是完全不涉及很敏感的題目 但能力和態度 例如準備一堂課根本是亂說 可能要考慮個別的態度是否適合做老師 現在東網那邊幫人搜集了一些資料 大家在營安網上看到 他發現最少有三件爭議教材事件 一個是在2020年4月 息息源主辦的可立小學裏面 小二的常識科教學影片講述鴉片戰爭 英國為消滅鴉片發動鴉片戰爭 這就是被指教錯歷史 校方就事件致歉並成立調查委員會 深入調查 結果我們不知道 另一個就是在2019年12月 在齊雲山的德愛中學 中三英文報紙閱讀材料 形容一方修例的示威者是抗催淚彈戰士 而警方是濫捕示威者 學校其後事件即時跟進 並停止有關的教材 第三就是2019年10月 香港的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的黃錦輝中小學 九年班的中國歷史科教材 將鴉片戰爭歸咎於中美兩國出現 譬如政治、貿易體制和司法的制度衝突 美有提及英國向中國輸出大量鴉片 被指美化英國發動的戰爭 校方承認處理較隨時有不理想的地方 這裡有兩件關於鴉片戰爭 一件是關於示威者 其實香港那班是暴徒 簡單的 他們是破壞香港的治安 破壞香港的公共設施 亦都是濫打一些跟他們意見不相同的人士 這些是純純正正的暴徒 如果大家不想用暴徒形容 也可以用恐怖分子 terrorist 即是他利用對其他人士造成傷害 來要脅你們跟從他的政治目的 這就是恐怖分子的正確定義 抗催淚彈戰士 德愛是潮雲森名校 學校的確要好好地把好關 不要把自己的下名變成爛銅爛鐵